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飞行好英文 也许分享一下欧美股时间晚的收市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 瑞讯财务报告确认内部管控存在重大缺陷后 集团最大投资者表示 不会提供更多财务支援 拖累瑞讯在纽约股价一度急跌三成 和银行股的投资气氛 其后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和瑞士央行表示 瑞讯如果有需要可以从央行获得流动性支持 瑞讯跌幅收窄至近1.4%收市 舒缓美股的跌势 五道奇斯指数一度急跌超过7-8点 最终收市部31874点 跌280点 跌幅近0.9% 纳资大核指数早段曾跌近2% 收市到升5% 收市到升5点 报11434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报3891点 跌27点 跌幅0.7% 地区银行股个别发展 标普全球第一共和银行信太平级下调至BB加的非投资级别 股价急跌超过2成1 阿来因斯西部银行高收超过8% 大型金融机构方面 摩根大通跌近5% 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 花旗集团跌超过5% 富国银行和高盛跌超过3% 接下来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普遍下跌 回控ADR报53.04 跌3.92% 腾讯报338.65 跌1.73% 阿里巴巴报79.96 跌2.54% 美团报124.32 跌1.88% 接下来看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跌超过3% 银行股再度被抛售 瑞讯股价创记录新低 伦敦富士100指数部7,344 跌292 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部14,735 点 跌497 点 巴黎剑指数部6,885 点 跌255 点 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瑞讯 股价跌穿2个瑞朗 5夺幅超过2成4收市 接下来看商品期货表现 国际有价跌近5%或以上收市 连跌3个交易日 并且跌至超过一年的低位 市场对银行业的忧虑 愧过对中国石油需求复苏的憧憬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部 每桶73.69美元 跌3.76美元 跌幅近4.9% 纽约旗油收市部 每桶67.61美元 跌3.72美元 跌幅5.2% 接连跌穿70美元 和68美元的技术关口 令到抛售加剧 接下来看金价 金价上升 受避险资金支持 垂信股价急跌 重现市场对银行业危机的忧虑 纽约期金收市部 每桶市1,931.3美元 升20.4美元 升幅近1.1% 现货金较早市部 每桶市1,919.52美元 接下来看美元汇价 美元受避险买盘之前 因为垂信在财务报告中 披露内部管控权在重大缺失 引发市场对银行业 更广泛的忧虑 美元指数曾经高建105.1% 在纽约美市升超过1% 在104.77附近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49 日元133.308 欧元1.059 英镑1.207 随时花浪0.932 家元1.375 澳元0.664 樓元0.617 接下来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的表现 新年期债券息率部3.67 30年期债券息率部3.68 接下来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应19173点 跌363点 国企指数跌95点 报6464点 但私成交暂时有82亿 这个环节就差不多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 要财银行提提提 你的验科黄金买入价1910.91美元 买出价1911.2美元 验科白银买入价21.735美元 买出价21.764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银行提提供 您可以打开 当过终于是6 着中的 injury 稍后遅导迷出价191.75美元